那如果是公寓大樓沒辦法 裝潢就好像你去買一台新車 那老屋翻修就怎樣 你去買了一台30年的古董車 它全身都是毛病 40年老屋在二三樓加蓋 專照預測 如果是它原本只有一間 你要變兩間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會把要隔間的材料減輕 原本它原本是鑽造的 那我們就改成白磚牆 它的重量就減輕三分之一 所以總重量我們就盡量不要讓它變重 然後包含在地板如果要墊高 在浴室地方要墊高的話 那就盡量 如果是透天的話啦 地板不墊高我們做吊管 你的地板就不用墊那麼高 那如果是公寓大樓沒辦法 你沒辦法做吊管 那你可能就要墊高 那墊到就要考慮到用什麼樣的材料去墊高 輕紙水泥發泡水泥都可以 最棘手的客戶和合約 這邊 之前有跟台北那個George聊過 最棘手的客戶什麼吧 我做開那麼久了 什麼大風大雨沒看過了 客戶白白種合約白白種 我們盡量以能完美收藏為主 很慶幸的我們到現在還沒跟客戶 互相告來告去過 經手了上百個客戶 大家都還蠻信任的 開支善業喔 接北部的沒辦法 一直長久以來就是我的一個罩門 我們離不開高雄市 尤其是老屋翻修 他是一個高度專業 他比一般的新裝新成屋設計 什麼系統櫃儲具 那還要在更高度的專業的一個設計 必須很長去工地一直看著狀況 因為你也不知道老屋他到底出 他拆完以後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而且他常常出一些狀況 你要思考怎麼去去解決他 所以就這方面呢 我覺得我們還是沒有辦法離開 自己的區域 也許可能改天再思考怎麼樣培養 或公司的同事願意向北征戰 那我們就會很放心 因為至少是我們培育出來的同事嘛 一起努力的 那他也知道公司的做法 也許吧 你要有推薦其他縣市的設計師嗎 台北要找旧集就可以了 台中找那個 我是紅耶 台中啊 紅耶 還有那個旧集都是不錯的 然後我們平常也會常聯絡這樣 那彼此也就會不錯的分享 所以我覺得他們做的也不錯 你敢推薦設計公司 你需要承擔嗎 有啊 所以 我不太敢隨便推薦人家 雖然說不是我做的 他就說 欸豪哥你介紹到什麼爛公司啊 然後怎樣怎樣 因為我又沒有介紹費 裝修業跟裝潢業差別在哪裡喔 裝修多了一個修啊 裝潢就沒有修嘛 對不對 所以裝修呢 就比較像老屋翻新 翻修嘛對不對 因為他會常常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老屋的問題 他不像新城屋去裝潢 新城屋裝潢不太會遇到問題 就 木工進場然後風格做出來 該做的造型做出來 然後尺寸高度都做對 就不太會有問題 裝潢就好像你去買一台新車 啊你買新車不會有問題 那老屋翻修就怎樣 你去買了一台 30年的古董車 他全身都是毛病 你買了以後 你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毛病 對不對 開一開有怪生 那你要去把怪生找出來 如果有漏油 那你要判斷為什麼會漏油 所以老屋翻修非常的吃技術 所以裝修業跟裝潢業最大不同就是 一個除了要會裝潢 還要會修理 那一個就不用 一個就單純的 一個新成物進去裝潢這樣而已 怎麼樣找到一個合格合法的設計公司 這我頻道創立的時候就有講過 你就上那內建不營建署 現在好像改的叫什麼區 反正內建不營建署有一個 我們要合格有合格證照的 包含要兩個證照 一個是室內設計 一個是工程管理 就是施工的 我們俗稱世界白跟西港白 這兩個都要有 那你就可以去找這間公司 在內政不營建署可以去去搜尋一下 再來就是他有沒有那個公司登記證 看有沒有這間公司有沒有登記 再保險一點呢就去查他有沒有在當地的一個 比如說豪哥加入的是高雄市 新室內設計商業公會 能不能依據你們的專業 教大家如何節省裝潢成本 或者裝潢是多餘的不需要的花卉 我上次吼 在一個抖音的短片上看到一個 好像是燕污的吧 講一句話覺得不是很能認同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 浴室 千萬不能用西立康來收尾 不然他以後因為浴室會潮濕嘛 所以 Suricon會發霉 那我就看完影片說 這應該不是設計師 一個燕污的都他胡說八道 我就問你好了 你不用Suricon收尾 你的異材質怎麼怎麼結合 比如說我們的淋浴拉門 或淋浴門 他如果站一支火燈上面要 要佔玻璃嘛 這樣才能做到擋水嘛 那我問你 玻璃跟這個火燈 他要怎麼固定 雖然我不是他粉絲啦 我就很想問專門在幫人家燕污的 還是在幫人家看廁所的 不是那種專業的設計師 然後他就講了這個問題 我是沒有問他啦 但是我心裡想說 那不然 你可以教我這個玻璃跟這個 牆面 他的相接觸 我們要怎麼收尾 臉盆 或者是浴櫃 跟牆壁靠在一起 那他的那個縫 要怎麼收尾 不能打Suricon啊 不然要打什麼 填什麼 強力膠嗎 抖音上面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反正就很奇怪 就是 看起來也不是經過訓練的 也不是什麼設計師 然後就 就只會 知道一個東西叫做 Suricon在浴室會發霉 就抓著這個點 來一直跟你講 那 最正確的方法是怎樣 你浴室用完了 你要讓他保持什麼 乾燥 保持乾燥 你就要多費一點力氣啊 淋浴門 或玻璃要刮水啊 或裝四合一的暖風機啊 把它開起來啊 讓他可以通風啊 或者是在浴室門口前面擺一台 除濕機啊 像我家浴室沒有窗戶嘛 所以我在洗澡的時候 會開那個換氣 把那個水熱氣 水蒸氣先抽出去嘛 至少讓他廁所 空氣中的水分值降低嘛 那地板刮水刮一刮 然後除濕機打開 這樣你就保持你的 快速讓你的浴室可以保持乾燥 那你就減少了 Suricon會發霉 但是如果不會發霉 還是會 只是比較慢而已 可能一兩年才開始發霉 那還是有很多那個啊 威猛先生啊 除霉的啊 所以要保養 再再再再 再不行住個十年都發霉了 那就把它割掉 重新打一條 Suricon就好了 不要再亂講一些 有的美的那種 很不專業的 聽起來就超級 會火大你知道嗎 那也沒辦法 抖音很多這種 要衝流量的 都亂七八糟的講一堆 那如何節省裝潢成本 如果是什麼裝潢的還是多餘的 什麼是不需要的花費 這個應該很難 具體講出讓它 因為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對 歐美吼 歐美的主流是不裝潢 都靠家具 然後靠燈具 你只要天花板 地板 牆壁給它 相對的 他們就很少裝潢的東西 櫃子的東西 所以他們很吃 軟件的布置 網路上很多那種 軟軟軟件顧問 軟軟擺飾的顧問 沒錯 那個東西叫做軟體 就是你如果沙發挑的漂亮 然後你的布置 你的櫃子選的得以 可以互相讓這個空間 把這個沙發 或那些百件 融入到這個空間 那就很美 歐美很流行這樣子 台灣 就 如果我們常常看一些網站 或一些 大間的設計公司 他們裝潢起來都 很富麗堂皇 大理石的牆壁 然後 杜泰收邊條 長燈 烤漆線版 什麼的 那個 漂亮的家具 說真的 那個在台灣也沒有幾個客戶 然後 有花到那些錢 就是 他們也要有一定的 水平 就是 享受吧 因為可能 成功人士需要讓大家看起來 就是這麼的 富麗堂皇 然後 朋友來家用聚會 才會覺得 他才會有一種成就感 像我很多客戶 他們也是算 蠻成功 在業界也是算蠻成功的 在我們這樣聊天 或這樣 諮詢的時候 就會常常說 啊 他們以前也 探奇嘛 把廚 整 做得很 尿的 那 換 再換房子 換房子 換房子 換到最後就是 盡量 簡單就好 簡約就好 就家具買一買 擺一擺這樣就好 我覺得這樣的觀念很好啦 就是 慢慢的 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 減法的設計 就是不要過多的 那種硬體 那我們就可以常常換 透過軟件的布置 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心情嘛 有時候 你可能這個沙發做個五年 把它賣掉 換一組沙發 然後 顏色 再換一下 軟件擺一下 又有不同的感覺了 所以 最好的 節省裝潢預算就是 不要裝潢 只是裝潢在一些 要該廠的 比如說冷氣包管 要把冷氣管包起來 藏起來的 或燈具的 回路的線怎麼藏 那些弄一弄 可以的 就可以了 對啊 就不要過度 重度的去裝潢它 認知落差 你說 哪一方面 你有提到說 業主跟設計師 對牆面整體 應該出現了認知落差 嗯 想問一下 有哪些情況 很常造成 雙方的認知落差呢 尤其啊 還有一個 蠻重要的 兼工 我知道設計公司 很多在我們的 工程報價裡面的 最後一項 會有一個 兼工管理費 可能會寫工程管理費 有寫 兼工管理費 有什麼什麼 管理費之類的 5到18 看怎麼坑 客戶怎麼砍 通常都是 金額越大 那個工程管理費 會比較少 怕一點 那很多 業主會拿著 資料來 找設計公司麻煩 就是說 你有跟我說 兼工費 我怎麼在工地 都沒有看到你 我們的兼工費 是這樣 比如說 木工要進場了 那 木工進場呢 設計師或助理 一定要去現場 為什麼 要去跟他對圖 先跟他說 拿著我們的石球 這裡怎麼做 大家來放樣一下 現場放樣一下 這樣 那放樣完 工人就開始做了 那他進料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看一下 如果我們有指定什麼品牌 比如說指定 南亞西雙蓋板 或日本的那種西雙蓋板 那我們就要去對那個材料 還有腳材 我們要去對腳材這樣 就看師傅有沒有進我們指定的 美奈板有沒有我們顏色要去對號 那其實兼工在做的就是這樣 兼工的意思 不是早上8點站在那邊看師傅坐 坐到12點去吃中餐 然後下1點再繼續兼工 坐在那邊看看 看到5點下班 拜託 那叫工地主人 如果你的要求是要這樣的話 那那個兼工費 大概要跟你收取整個工程費的30% 才夠養一個人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那個人 哪裡都不能去 跟師傅一樣同進退 早上8點就到 下午5點就出來 那叫工地主人 那不是叫兼工 那兼工的意思就是 每一個工種的銜接 每一個需要我們去現場 跟師傅對東西的時候 放樣的時候 我們的設計 包含材料在對的時候 我們也人都會去 那才叫兼工 最多業主跟設計公司的 思想上的落差 這裡是蠻蠻蠻蠻多爭議的 那再來就是油漆 因為油漆是最後一個做的 那油漆之前 他的牆壁的行程 比如說他牆壁是 是泥座做的 或者是你買建商 付給你的 他是 阿西恐嚇 他們的頭髓來抹 那抹的時候有時候 手路不一樣 抹到有撥浪啊 或不平 那這個時候呢 沒有沒有經驗的設計師 他會以為 我做完油漆就好了 就沒問題 他不會去想到說 他要去檢查一下 他的有圓圓 現況的牆面到底有沒有 很平整 如果現況沒有很平整 那他在開位的時候 要先跟業主去溝通 跟他說 欸 我跟你講 這個沒有很平整 你在燕屋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塊 沒有對不對 那這一塊 而且已經交屋了 通常會找設計師 就表示已經交屋了 那你 這一塊 你是沒有辦法再回去 叫建設公司負責的 那怎麼辦 那就是 這個東西你要做平 那就是油漆來做 那費用會 會多少 我要先讓你知道 你不能說 我們 一個牆壁 套屁 就是一抵二度 假設一平 1600 1800 他有 不平整凹凸面 那你覺得油漆會跟你報價1800嗎 因為工序就不一樣了 他第一個要先把不平的地方 先想辦法處理 處理到平 他工序就可能要 劈 磨掉 再看 再劈 再磨 再劈 再劈 他可能自己面牆 一天就做完了 他要 為了要整平這個要做三天 價錢就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東西 經驗不足的設計公司 沒有辦法先跟客戶 在這個 就這個上面去 溝通的時候 業主往往會覺得 沒平 那設計公司說 啊當初也沒說要用平 嗯 啊你設計公司呢 不然我自己來就好啊 這個是經驗問題 再加上 溝通問題 所以我們也知道啊 我那個新聞報的時候 我就這樣 我就像 嗯 這個我們以前也遇過 辛苦這間設計公司 我是沒有像那個 公司跟他鬧到 還要上去 我就怎麼樣 我們把它吸收起來 就自己做 我也不要跟你囉嗦 也不要跟你說 當初沒講什麼 說好好好 我處理 因為確實也是沒發現 對 我說好 我們處理 但是我必須要讓你知道 當初確實是 沒有去顧到幾筆 我現在在那個 抖音 創了一個短營 叫 奧豆卡好哥 什麼叫奧豆卡 就是 因為 豪哥很喜歡戶外運動 比如說 錄影 以前 年 三十幾歲的時候 還曾經有一 一度去迷那個鐵人山項 就跑步 然後 游泳 騎腳踏車 然後 之後去台東比賽 然後 也很喜歡爬山 像 我爬過的山 就 玉山啊 騎來南華啊 嘉明虎啊 什麼什麼什麼山啊 很多很多山這樣 很喜歡爬山 那 所以呢 我喜歡上健身房 所以 本身就一個是 一個 熱愛運動 又喜歡戶外運動的一個人 那 你說我會不會特別注重形象 還好啦 就是 不要把自己吃得像 太肥像豬這樣就好 如果有人說你臉圓了 你會上去 沒有關係 那個我會檢討 我會控制自己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八十公斤過 大概都七十五上下 超過一點點 就會開始自覺 做一個 簡單結尾 好 謝謝大家 這樣繼續 支持我們 期待我們 下一次的 二十萬Q&A 欸 你知道以前 你知道以前 我們在做 拍 做頻道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 粉絲累積數超慢 以前是 每一 每一萬 拍一次 都是一個小成就 對對對 那現在就 越來越忙了 好啦 感謝大家 粉絲支持 那 也要支持我新頻道 凹豆咖豪哥 記得上 幫我打一下 開桶 凹豆咖豪哥 掰掰